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小菩萨的 往生之前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就是来度化我们大家 一定要一门深路长期熏修 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佛号念到底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往生 往生难吗 不难 你一念乃至十念都可以往生 往生容易吗 不容易 只要你一念不放下 你都往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小菩萨在往生的时候 因为他是发七天大愿求往生的 欲知实至 念着三声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作为孩子的妈妈 作为一个亲政者 由心地感触到 你只要信愿坚定 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小菩萨在最后这几天里面 他身体特别的虚弱 他甚至不能躺着 就是躺下了也只能是这样 又沃测 躺着 带着呼吸机 才能喘气 因为他的肿瘤已经压迫了心脏 肺 淋巴 它是长在宫口这个地方的 因为他的肿瘤已经有拳头这么大 我们是眼看着他的肿瘤在长大的 真的是很可怕 就像这个手指头一碰就能破的那个感觉 所以至于我都不敢看 他最后的给我们视线的这个病苦啊 真的很苦 因为我到了他身边 是他发大愿的第四天 一直到他往生最后这一天 所以四天的时间 我是在他身边陪着的 经常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他睡不着 他也喘不上气来 坐又坐不起来 所以呢 我就只能头顶着他 我们两个这样 坐在那里说话 很微弱的在跟我讲故事 所以很多事情也都是这四天 他慢慢的讲给我听的 也是慢慢的来度化我的 可以说这些都是佛菩萨的加持 让我在这四天当中 我没记着我睡过觉 我也没记着我吃过饭 但是我也不累 我也不困 所以这四天我现在再回头想 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并且在这四天当中 我没有悲痛 我的意愿很明确 很坚定 就是要送而往生 就是要让他圆满他的大愿 成愿再来度化亿万众生 我记着当时呢 我在顶着小菩萨的头的时候呢 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他说 妈妈 往生怎么这么难呢 虽然我当时没有学习佛法 但是都是佛菩萨的加持 我的脑子连想都没有想 我就对小菩萨说 往生哪有这么容易啊 无论怎么样 我说妈妈相信你 你一定能做到 你只要信愿具足 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定能做到的 你的大愿一定能实现 现在想想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都是阿弥陀佛 无形中的加持 让我这个做妈妈的 有坚定信念 反馈到儿子的身上 他也是坚定信念的 你说的行 他就行 阿弥陀佛就一定会来接他 因为佛是实愈者 不妄愈者 他的本愿就是建议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我们信愿具足 人人都可以往生的 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我今天突然想起来 这个故事啊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说明我们人 在生病临终的时候啊 这个病痛现前 业障现前 这几天啊 真的很难熬 我是亲身经历 亲身看到的 所以我真的是知道 你想想 这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啊 所以他就在一分一秒的煎熬 一分一秒的受着 一分一秒的念着阿弥陀佛 他求往生的心很真切 时时刻刻都是在跟着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的 除了他吃上药 睡觉的那一刻 醒了以后又是在念阿弥陀佛 这就说明临终一念有多么的重要 无论你多么疼痛 你多么难受 四大分离也好 但是你头脑清楚 这也就是说佛经上讲的 义不颠倒 心不贪念 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靠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 我们的心最后一念一定是在阿弥陀佛上 这才证明我们是活着往生了 如果你当时没有念佛 心不在佛号上 你去了哪里 我们不知道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如果你没有信愿 业障就会现前 他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自杀 在几个月以前 有一位师兄联系我 他呢是癌症晚期 已经非常的疼痛难受了 他加上我以后我们有虚空到场了 那我就跟他讲 你每天呢就把你的视频打开 虽然你不能动躺在床上 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联佑 每天都在助念回向 也把你的名字放在我们回向名单里 这个道场这么书生 嘴上念不出来 心里盯着念 听都可以 一开始非常的精进 但每天呢 还是疼啊疼啊 就非常的疼痛 业障时而现前 他会听到我们的怜悠 念佛的声音是鬼哭狼嚎 每天在抱怨各种声音不好听 心放不下 我就跟他讲 你就求生极乐世界的人了 就不用再抱怨这些世间的事情 一心想着佛 念佛求生极乐 他也说 我求了 我放下了 我也想去极乐世界 我就跟他讲 你要做好准备 因为他年纪很轻啊 才四十几岁 我说把儿子和老公 你都交代好 到时候呢 你就在家里 安静的 阿弥陀佛建议你往生 多好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个缘嘛 后来他就从我们的 Zoom里面离开了 偶尔他会给我发个信息 我呢就会跟他联系一下 又过了几个月 跟我们很多的联友 都在留言 他还跟别的联友说 他做出了决定了 他在临走的那天晚上 他也给我留言了 他的意思就是 业障很重 非常的疼痛 很难受 念佛呢 也很难念下去 我还在劝他 我说只要你信愿具足啊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 我还鼓励他 但是呢 到了早上 噩耗就传来了 他以上吊自杀的方式 解决了他的生命 我当时听了以后很震撼 这是一位念佛人 最起码念了几个月的佛了 他自己口说 他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 也心求极乐 但是佛 为什么没来接他呢 这是我眼睁睁的看着 这位联友 从我的身边 选择了这种方式 我当时自己很内疚 我觉着是我无能 我没法救度他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即使阿弥陀佛 现前来接他 他也不会跟着阿弥陀佛走 所以不是佛不慈悲 而是我们自己的信愿不具足 从这个例子上 就可以告诉大家 信愿有多么的重要 要用心去念佛 而不是口上念佛 口念心不念 这个是很危险的 是佛不来接我们吗 不是的 是我们没有放下 是我们忍受不了痛苦 是我们的坚定的信念不够 他才会选择自杀 还有一些人 为什么没有往生 是情值太重 放不下情 他也往生不了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脸友 提出了疑问 就说 临往生的时候 不在最后一念上 我们平时只要念佛了 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也相信这句话 但是 是怎样念佛的 是有口无心的念佛 还是制成心的念佛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位师兄临往生的时候呢 还给其他的师兄讲 我走了以后 千万不要给敬雅师兄讲 他会对我很失望的 他最终学佛是为了什么 他还是没有学明白 念佛往生是自己的事情啊 我生不生气 我失不失望 没有关系啊 他学佛不是给我学的 他也不是给阿弥陀佛学的 这就可见 我们学佛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是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今天成佛 也是我们自己成佛 如果你心放下了 你当下就是佛 我们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 我们就已经生活在极乐世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佛菩萨 看到的没有坏事 都是善的 哪有无浊恶事呢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这点希望大家明了 为什么佛说 人人本来具足佛性 但是我们为什么是凡夫呢 因为我们迷 就是贪嗔痴慢疑 五浊恶事的东西的熏染 让我们放不下 就像一面镜子 污垢太严重了 我们看不到镜子的本身 当我们把这个镜子的污垢 一层一层的 把它擦干净的时候 你再照镜子 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自己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就是真我 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绝 就是因为污垢太多了 贪嗔痴 烦恼 无名执着 种种的这些现象太严重了 所以把我们给遮蔽了 我们看不到我们本身 原来的面目 只要我们放下了 我们当下就是佛 所以我们学佛成佛 不要往外求 问问你自己的心 你就知道 你今天能不能去了 无比的感恩 我们家的小菩萨 给我们做了一个 这么好的实现 他就是最后实现了 三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以说 这三声洪亮的阿弥陀佛 这句圣号 响彻了 尽虚空变法界 度化了很多的 和他有缘的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最后一念 就是住在阿弥陀佛上 你就可以往生 第二个例子 同样是癌症患者 但他为什么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信愿不具足 没有好好听经文法 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他熬不过他的疼痛 熬不过他的病苦 他觉着 我自杀了 我就能了结了 可能选择这条路 走得更快 错了 自杀的人 是很难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大部分的人都去了地狱 今生的业没有了 来生业更重了 自杀的人啊 结果都是很惨的 所以我们学佛人 千万不能选择这一条路 还是两条路可走 如果阳寿到了 就跟着阿弥陀佛 快快乐乐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如果你的阳寿不到 你就病好了 两条路都是很好的路 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这就是没有好好听经文法 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 对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发起真正的菩提心 没有发大愿 这就是有口无心 我讲的很多的往生故事 非常殊胜 包括我们的魏老菩萨 九十一岁学佛 三年以后九十四岁就能预知实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容易吧 太容易了 就三年 还是无病往生的 他怎么往生的呀 就是因为 信愿坚定 心求极乐 一心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求跟着阿弥陀佛走 阿弥陀佛一定会满他的愿 可是 如果你只是嘴巴上说 心里做不到 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往生就很难了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只要我们信愿行三子粮俱足 万修万人去 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念 我们都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